今天要來做的是烤雞翅 首先將洋蔥切開來 然後每一半切成四份 你也可以用紅洋蔥或者是青蔥來替代 再來就是胡蘿蔔 將它切成滾刀塊 去沒去皮其實都沒關係 一樣可以拿來用 雞翅膀的話 我會建議你提前將它泡水 泡個一兩個小時 中間要記得換水 把它的血水給泡出來 再來就是煙雞翅 加點花雕酒 胡椒粉 生抽 鹽 和糖 然後就把剛剛處理好的洋蔥跟胡蘿蔔 放進去一起攪拌均勻 我在炭拉腌料裡面還加了植物油跟香油 這是為了增加香氣 同時在烤製的過程中 不會讓它變得過於乾柴 能鎖住肉汁 拌勻之後將它醃製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左右 這是因為裡面有水分 所以不需要醃太久 然後就將醃製好的雞翅取出來 放到烤架上面進烤箱 用上下火180度烤半個小時 這半個小時主要就是要將雞翅從內到外完全烤熟 然後再用230度烤8分鐘 剩下來這8分鐘就需要將雞翅外皮烤成焦焦脆脆的 這就是我要分享的烤雞翅 感謝收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